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参观我们书展 一百万 一百万 我告诉你为什么 一百万 我要把我昨天说过的话再讲一次 我们很多人在这里都是父母 那如果说我现在身边站了一个巫婆 她跟我说 你人生只能有一个礼物 是要送给你的孩子的 那一件礼物是什么 只能有一件 我不知道你们会说那件礼物是什么 我想不是珠宝 也不是巧克力 也不是任何的东西 我只能许那一次愿的话 我会说我希望我的孩子 变成终生的阅读者 因为当他是终生的阅读者的时候 他经历到成功的时候 他知道分享 他碰到挫折的时候 他会得到力量 而书和阅读是可以陪伴他一辈子的 我们都不能陪伴他一辈子 所以我想要跟全台湾两千三百万人请 媒体帮我们传递出去 这一次 我尤其是希望你也许是马祖 是澎湖 是台东 是绿岛 或者蓝语的爸爸妈 或者老师们 请你们带你的孩子 知道说一年一度 尤其是这次有七十个国家参与 请你们带的孩子来 让我们这次把六十万变成一百万 变成一个全民运动了 基金会王总市长 文化部农部长 各位现场的贵宾 尤其是我们魏孟兰处长 Madame De Muren 我们是比利时驻华的代表 还有比利时法语文化区 国际关系总署的署长 Losia Sunan 在场各位贵宾 各位女士先生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今天非常荣幸 参加第二十一届的台北书展 今天我在这里 一方面给我们所有参加 来自于七十个国家的 相关的人事出版商 还有作家 表示肯定之意 另外一方面 也希望借这个一年一度的机会 看一看我们国内有哪些新的吸引人的出版物 一直在这个二十一届书展取行的此刻 我一方面要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 欢迎所有的外宾来中华民国 二方面呢 我要给我们国内的出版业打气 我们政府是强力的会支持出版业的发展 也会让各位生存的空间能够越来越大 最近我们跟大陆在谈文化交流的时候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希望最近能够有一些突破 三二一 好 我们在这边 用热情的掌声 来 迎接我们的宝盒里头 到底开出的是什么呢 and we will see what we have in our treasure box 2013台北 International Book Exhibition officially open 我们的二十一届台北国地出版 正式的开幕 掌声鼓励 好